上个影片提到 反应物浓度与反应速率之间的关系 可用反应速率定律式来表示 如果该反应的反应物为A、B和C 速率定律式写成反应速率 等于速率常数乘上A物质浓度的X次方 乘上B物质浓度的Y次方 乘上C物质浓度的Z次方 其中的X、Y和Z就是反应物A、B和C的极数 总极数别为X加Y加Z 而X、Y、Z如何由实验求得呢?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氧氧化氮与氢气反应可以生成水蒸气与氮气 反应速率定律式为 R等于K乘上氧氧化氮的X次方 再乘上氢气的Y次方 因此实验上可以用不同浓度的 氧氧化氮与氢气来进行实验 并量测氢气的消耗速率 来探讨反应物浓度与反应速率的关系 实验结果如下 由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实验资料相比较 当氢气浓度固定 氧氧化氮浓度变为两倍时 氢气的消耗速率变为四倍 由速率定律式可以得到 X等于2 称氧化氮浓度的反应极数为2 反应速率与氧化氮的浓度二次方成正比 可以写成R正比于氧化氮的平方 再进行第三次的实验 此时让氧化氮的浓度与第二次实验相同 改变氢气的浓度变为第二次实验的两倍 实验结果发现 反应速率也是变为两倍 由速率定律式可以得到Y等于1 即氢气对反应速率的极数为1 反应速率与氢气的浓度成正比 可以写成R正比于氢气 当两个反应物浓度与反应速率的关系都确定后 即可得到此反应的速率定律式 R等于K乘上一氧化氮的平方 再乘上氢气 这边的K为速率常数 此时会称该反应的总极数就是2加1等于3 画面上这些资料 就是利用实验数据求出不同反应的速率定律式 可以看到定律式中的极数 不一定与方程式中的反应物系数有关 因此在书写速率定律式时 是不能预测的 某同学探讨画面中的反应实验 反应速率与初始浓度的关系 三次实验的数据如表格所示 请书写出该反应之速率定律式 从实验1到实验2可以发现 二氧化氮浓度的反应几数为2 一氧化碳的反应几数为0 所以速率定律式R等于K乘上一氧化碳的零次方 乘上二氧化氮的二次方 也就是K乘上二氧化氮的平方 每一个反应速率定律式K值 XY和Z的数值是不同的 化学家根据极数大小 可以判断单一反应物浓度 对反应速率影响的程度 以前面所举的例子为例 一氧化氮的极数为2 所以当一氧化氮浓度 变为原来的两倍时 速率会变为原来的四倍 氢气的极数为1 若将氢气的浓度改变为原来的两倍 则速率只变为原来的两倍 所以当反应物的极数愈大 对反应速率的影响也愈大 所以在了解浓度与速率的关系后 就可以找出适合工业制程的条件 既然极数是由实验求得 所以极数可能是任何数值 可以是0、正整数或非正整数 例如氨气分解 极数为0 氢气和氏气反应 生成氏化氢气体 是1.5级 这些都是经由实验而得的结果 现在来小时伸手吧 假设一氧化碳加上氧气 会变成二氧化碳反应时之速率定律 为R等于K乘上一氧化碳的平方 再乘上氧气 当温度不变时 将体积压缩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则反应速率变为原来的若干倍呢? 若体积压缩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浓度会变为四倍 氧化碳的极数是2 会使反应速率变成4的平方 也就是16倍 而氧气的极数为1 会使反应速率变成4的一次方 也就是4倍 所以反应速率会变为原来的16乘上4 等于64倍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利用实验设计 可以求得反应物浓度与反应速率的关系 这个次方关系称为反应极数 反应极数的数值可以是0 正整数、负数或是分数等 反应极数越大的反应物 其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越大 从课程中已经将我们利用实验 来测定各种反应极数的数值 并知道反应极数及反应速率具有相关性 未来若你再遇到不同的化学反应时 就会自己动手算算反应极数咯 本次课程就到这边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